主席 主席 再說一次 再不到 一百天 這個內閣 就是看守內閣 再不到兩百天 這個總統 就一定換人 現在 他要去馬錫會 我請問各位 全台灣有誰知道 馬英九先生 要去跟習近平先生 談什麼 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簽什麼 會不會簽什麼東西回來 沒有人知道 但是 對於台灣來講 有什麼比這個還重要 有什麼法案 台灣的大小事情 比國家安全 比國家主權還重要 沒有了 所以我們今天 內政委員會 還能夠安心的 審什麼其他的事情 我在跟各位 在座的公務員講 如果今天馬英九先生 去簽了一張 大家沒有 辦法接受的賣台回來 你們連公務員的資格都沒了啦 我告訴你 我們在這裡 當然最最重要的就是要求 陸委會主委 陸委會主委 應該要來對我們說清楚 講明白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至少要能夠清楚明白的知道 馬英九先生要去談什麼 他要說什麼 或者他會不會去簽了什麼 剛才 政委員講說 不會啦 你能夠保證嗎 沒有人能夠保證 因為連你都不知道 他到底要談什麼 簽什麼 國民黨現在是呼嚨一天算一天 是不是 就是 昨天明明國民黨的大黨編 賴士寶先生 現在流行都叫做先生 賴士寶先生來這裡說 對同意 同意這件事非常重要 同意變更議程 但是需要時間讓夏主委趕過來 所以 我們就休息 等夏主委趕過來 結果 根本就是呼嚨委員會 國民黨的大黨編賴士寶先生 今天為什麼不來 為什麼不敢來了 昨天明明答應 朝野 要請夏立言先生來 變更議程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等他 都已經等了超過一天了 為什麼不來 不來 就是藐視國會 不來就是他心虛 不來是不是就是他們 馬錫會 想要搞什麼見不得人的勾當 要不然為什麼不敢來 為什麼不敢面對 請告訴我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事情不能來 好 好我們現在休息協商 那麼請我們官員先行離席 那麼敬後通知 很好 我真的沒有看過 我們可以看過 你也沒有看過 那麼多人 但是我們可以再開通知 你也不敢打算 你也不要開通知